- 大家可以走了 - 搞了特殊你才知道的关键字 - 延后开学 109学年度第二学期高级中等以下的学校 我们会延后4天到2月22日来开学 那么这样的学期也会在到7月2号 是最后的上课日 那病童来进行休业式 7月3号暑假才开始 公立幼儿园就会比照高中以下的这些学校 延后到2月22日来开学 继疫情指挥中心协同交通部 端出春节书运的防疫副本后 这次又找教育部和推防疫新作 带来一波联名主打单曲 像是天堂的悬崖 宪政播送 全台家长们也开始飙高音 - 别给我上市天堂的顺乱 开学延后4天消息一出 教育部网站一度当机被管爆 主要是原本6天年假后 只隔一天就是开学日 延后4天在22号开学 就是为了让学校多一点时间 做防疫整备和校园消毒 原定2月18日开学 中间还有一个弹性放假 现在潘叔叔直接送幸福 消毒做到好廉价廉到满 教育部长直接成为全台国中小之友 但孩子们不上课 家长还是要去上班 指挥中心也表示 2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 只要小孩未满12岁 或者是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子女 家长一人可请防疫照顾假 最多一人可请4天 虽然不知心 但是雇主也不能借机 苛扣薪资或者强迫 会造成一些困扰 因为我们要上班啊 所以小孩子不知道丢去哪里 虽然私人幼儿园 非盈利幼儿园和补习班 会维持正常运作 但我已经遇见画面了 家长去上班了 全台的阿公阿嬷 准备接电话 亲孙要来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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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2月疫情爆发 教育部宣布寒假延后14天开学 缩短暑假 以维持疫学年上课天数 需达200天的规定 如今疫情还站在浪头 校园防疫把关不能松手 只是这图如其来四天幸福 真的来敲家长大门时 还是一个措手不及 没有延后14天 就不是因为 纯粹所谓有本土的疫情 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而是在学校清销各方面 行政上面的问题 加强校园健康安全 从放假开始做起 建议发动全身的防疫政策 在年后还有什么菜色要端上桌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看着烧烫的假期新闻 在电脑前不禁山人泪下的我 在此郑重表示 愿意拿求学生涯浪费的每一个假日 换现在的一小时特休 是不是这个时间暂停好吧 换新钞 农历新年将至 幻象更新 换新钞也是许多人 年前清单必办事项 没办法让他们变得更多 至少也让他们穿上新衣 旧钞送进去 新钞吐出来 公股银行AKA国币喜车厂 换新钞服务正式上线 七家公股行库和邮局 2月3号到9号 5天开放实名制换车 才应开5柜台分流 拉开距离 但今年换车人潮比往年少 几乎不太需要等 没人啊 以前来都摆到那头 摆到那尾 都要摆一边 第一个 对外新钞采用实名制的 填写兑换新钞的 账数和金额以外 另外还要填写姓名 电话 还有日期 政港的国家对台湾银行 统计去年共换了 7560万张钞票 总金额达到440亿 这年头为了防疫 成千上万服务都得实名制 但为了过年掏出来的 都是水水新钞 这实名制队伍 还是得乖乖排 通常过年大家都会想换新钞 对所以我觉得 做好防疫其实都可以啦 当然我不希望我的资料 就是轻易的外弄 但是如果ATM有的话 我会去ATM 为了方便民众换钞 央行也发放更多新钞 给包括台湾银行 运营等邮局及八家金融机构使用 运营总经理更提供两个小撇步 给民众参考 各地的ATM有加强放新钞 所以客户是不用担心的 不一定要来柜台才能够领到现钞 尽量避开中午了 因为上班的时间大概都会利用中午来换钞 超人不会飞 换钞请排队 因应疫情 这次的新年换新钞行动 换钞业务分散国内其他银行 更将10名支派上场当守护者 提升抗疫防线规格 指示瑞凡 今天才4号 我的账户是提不出钱的 央行今年准备了 新台B5700多亿元新钞工对领 也有线上地图可查询 或是直接搜寻换新钞 换钞据点一览无疑 八家金融机构 全台454个营业据点 提供免费零贵换钞 台湾银行的750个ATM 也准备好了 银蛋上行 装好装满 就等你来机台前按按钮 稍扑扑的新钞付出给你 我们会充分满足道交的需要 100块比较有喜气 而且比较好 把红包比较有分量 100元新钞 是100张1万块 那其他的面额的话 是拙量工具 谢谢银行贴心服务 谢谢民众分享 把红包变后视觉换数密集 也谢谢经理提醒 红芝芝的热门百元钞 既然只能换1万 感恩的心 感谢由你 但我知道了 所有洗车场地点和规则 还是没用 因为我根本没有车要洗 五个字了 近在不言中 中国假疫苗 你我都知道 当全世界都缺少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 就会从中国自然生长出来 iPhone大缺货 中国就生得出iPhone出来 至少8.7成像 全球疫苗大缺货 又有一些中国人 出来带假货了 中国公安近日 破获大规模假疫苗案件 犯罪集团从去年9月开始 利用生理食盐水 加工制成假疫苗 还称称加价销售 中国公安一举逮 还捕80多名嫌犯 查扣3000多支假疫苗 近日江苏北京山东等地 成功破获一起 特大制售假新冠疫苗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81名 现场扣押假疫苗三千余支 花草 我有看错吗 把生理食盐水当疫苗卖 只希望生理食盐水不要也是假货 不然就真的变成大自然的搬运工了 这操作真的太过高端了期 第一卖兵 第二做医生 看来第三就是卖假疫苗了 有钱吗 对 我不知道这批生理食盐水到底存不存 我只知道2011年电影全境扩散 就出现过假冒疫苗戏码了 学以致用 犯罪集团你们484 看了古阿末影片就出征了 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来说的是传染病的故事 疫苗它是属于一个预防性的药品 它并不是用治疗用的 所以假设是治疗性的药品 打下去没有用 自然病人患者都会发现 可是疫苗这个东西你打下去 如果没有效果 其实你是很难知道的 所以其实在武汉 然后还以为自己已经有免疫了 对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不效的商人 非常好拿来赚钱的管道 就跟心水一样 是预防性的药品 替真疫苗打下去 没事最好 到底有效没效 还得等肺炎上门拜访 才会知道结果 盐水灌进来 地苗发大财 在全球恐慌的局面下 地苗骗局正在超进化 这世界上 永远不缺少发灾难财的人 之前身材还有人 利用维新社群媒体都售假疫苗 而且不光疫苗造假 就连核酸检测也能买得到 不光中国有人用复印的方式 偽造核酸检测报告 企图闯关检疫战 欧洲刑警组织更警告 有诈骗集团在机场兜售 理政筑极高的核酸检测因行证明 最高还可以卖到300欧元 超过新台币1万元 这真是我的社群时代 微信上卖冒牌或疫苗 报告也可以上网买 看来检验报告的水分 很快就要跟上论文了 我连IG上的代购团都不敢加一 对岸骗子直接线上卖疫苗 自产自销的病毒周边商机 真假通吃 只要你有钱 什么假东西都买得到 生理食盐水 成分只有盐和纯水 常用于脱水或低血容量时的静脉注射 是人体血液的第一替代容易 买到假的疫苗 里面是生理食盐水 买到正版中国疫苗 一打开门 发现73个副作用在对你挥手 对岸疫苗专家却在微博抠文批评 说明书列的不良反应 竟然多达73种 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 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来者 更细称这是一份长长的免责声明 引发热烈讨论 但相关发文后来被当局删除 发文后几小时 文章被删除 发文后几天 疫苗专家再度发文 直接道歉 并表示会以身作则 接种两剂中国产疫苗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专家迷途知返 从世界上最危险的疫苗 到用性命保证的好疫苗 转换只要24小时 这九四共产党魔术吗 国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